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前幾天11月底 一艘中國1400噸級的拖船 寧海拖5001 以風浪過大為理由啊 畢竟我們山海裡的海域 並被我們的海巡署警告啊 結果中國這艘拖船回槍 這是中國領土沒有什麼台灣領土 這個就是咱們中國的一部分 他的意思就是我來這裡 就跟來中國的領海領土一樣 我可以進出自由 因為我們是同一個國家的國民 對吧我想說一件事情 今天即便假使我們真的是你的國家啦 但是呢你身為中國人 你是非北京戶口人 你要去北京是不是要申請入金證 你要嘛 對吧你的車進去也要申請啊 對吧即便是這樣還是要去做申請 而且自古以來都要去申請 你即便是去自己的領土 香港也好澳門也罷 你還是要去申請啊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這個國家是怎麼了 結果我們台灣這邊就一直在念相關的法令 聽到這裡的時候我覺得 嗯台灣該不會又要在那邊 慫了吧吃啞巴虧了吧 畢竟人家只是一個民間拖船 你被人家嗆到這樣子 然後哇靠你一點捍衛自己國家尊嚴的那種霸氣都沒有展現出來 今天不是叫你去挑釁別人 結果這個時候終於有位台灣人嗆回去啦 誰跟你中國啊 還嗆他中你M的 喔聽了就是大快人心 聽了就是爽 殺了這個 我們台灣一直以來被中國欺負的這個氣啊 爽快 結果中國拖船 就破防痛罵 CMM MMSL 先帶大家來聽一下這段錄音吧 這是中國的領土啊 不禁止台灣的領土啊 你相信東華民國法令人不能在這邊 你鬼一邊的一個 誰跟你中國領土啊 你哪中亞邊你上哪邊去啊 誰上哪級啊 你去中國領土 不禁止台灣來什麼地方 你去XX 最後啊 對方繼續鬼打俠 欸台灣是怎麼中國的領土啊 最後我們海巡說 你再不走 我們就要登船了 中國拖船才用 邊往回開邊罵 喔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我來自己領土有什麼不對的 我就是要來 小心我一天要無統你 我終於天要無統你了 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我踏入台灣跟踏入自己的 領土一樣 然後越開越遠 慫成這樣 啊不是嘴很硬 全身最硬的地方在你的嘴 說登船了你就要逃 啊不是說台灣是你的領土嗎 那你就讓所謂的台灣省政府的船 登陸你的船啊 到時候你回你所謂的大陸的時候 你再去跟中共報案說 欸台灣省公安船隻啊 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強制登陸民船 喔不重視人民的權益 說說強燈就強燈 而且他還搞財徒顛覆國家政權 我笑你不敢 因為你說這個強制登陸民間的 這個財產啊 你這句話就已經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因為你們家公安跟農館城管自己就是在這樣做的 還避風港咧 你說你船想要避風 你去跟祖國申請五千噸的船啊 這樣船就不小了 而且我是認為啊 他是故意要錄音一些素材 回去中國牆內做大內宣用的 什麼Python抖音啊 快手小紅書通通都好 然後呢 只截取他們說這裡是中國領土 然後罵台灣的那一句髒話對吧 把它剪成印籍 然後片尾配上一些字幕 寫什麼 祖國一刻都不能分割 然後再放一個他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旗敬禮的那個像有沒有 或是他宣誓入黨的那個像 台灣回家啦 或是台獨真慫 被嗆之後落荒而逃 完全顛倒是非 而不敢提自己被反嗆跟離開的事實 可惜的是牆內的小粉紅 集體買帳 一起進入集中體幻想的那個高潮 你們知道那個有些電影他們不是會拍未來科技嗎 每個人就是連一些什麼精神網路或是戴那種VR眼鏡 然後就進入虛擬世界 然後每個人都這樣 喔集體高潮了 果然是泱泱大國科技已經進步到如此的繁榮了 這是我們時系時代台灣藩人沒有辦法體會也不敢想像了 尤其是我們原住民啦 太可怕的科技啦 而最近又一堆台灣各地的村里長被曝光什麼呢 疑似被中共招待去中國遊玩 六天午夜僅需要付一萬多塊台幣 平均一天只要2830多塊啊 換算人民幣就是一天643元 要知道在中國本土啊 有很多那種什麼一日遊三日遊五日遊的低價團 一天啊 50塊100塊人民幣啊 那個品質吃住都很爛還強迫消費 我兩年前都分享過一些影片了 那一天643元 比起那個低價團來說是高的 但你要享受在這個 歐美日韓或是在台灣的旅遊品質 643元一天 在中國吃喝拉薩是遠遠不夠的 而他們的吃住肯定是超過了643元 那也就是中國方在虧本做這件事情 但你會發現這只是針對 村里長或是其家屬的一些旅遊跟行程 其他沒有這種職權的台灣人去中國遊玩是沒有享受這種 所謂我用比較低價然後享受他們高價的這種待遇 是沒有辦法 那當然他不會明擺著跟你說 我就是中國統戰部 我就是什麼中宣部或是什麼中共中央或是什麼共青團組織招待你 哪有那麼傻啦 一定找第三方第四方 我跟你講是民間交流 但他的錢來自哪裡 黨支部來自哪裡 中國宣傳統一部門 來自那裡的錢給他後面的那個中國的企業團隊 給那些接待給那些旅行團也好 然後再讓你過去 所以你要怎麼查呢 你查不到嘛 那當然也就規避到這個法規了 在中國什麼都跟你講政治政治掛帥 你就是有身份有宣傳的好處才讓你享受這樣的特權或是這樣的待遇 難道你今天去中國旅遊 然後可以看到各地在爛尾樓抗議嗎 你看不到可以透過很多方式去規避台灣的法規 但如果你今天在歐美國家旅遊 尤其是像現在這個 有一些衝突對吧 有一些戰爭對吧 你在法國意大利有一些街頭 你可以看到那個支持方遊行跟反對方遊行 你都看得到即便你是跟團的 你如果碰巧的話你也看得到 但是在中國你即便是跟團或自由行 你看不到爛尾樓的抗議 而這種招待村里長的事情 我想在台灣也不是什麼秘密 十幾二十年前都已經在做了 所以我覺得你們別小看村里長的作用 他們發揮假訊息的覆蓋率是非常的快 比我們檯面上看到那些什麼要參選什麼總統副總統 或是什麼縣市首長立法委員的那些 他們比他們宣傳率來的更寬 那個群組一船一個動員 哇那是非常可怕的 譬如說一個人在網路上看了一些 中共農場新聞培養的網站對吧 但他不知道因為也不會跟你寫他就是中共的嘛 然後某天電視台又在說差不多的論調 中共央視也在說差不多的論調 他加入的群組可能也都是那些 也在說差不多的論調 這個時候他可能想說 嗯那我還是要找一些 看起來比較有學士的人來求助吧 村里民在辦一些聚會活動的時候 或是在這個公園喝下午茶的時候 村里長來在那邊跟大家喊玄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問村里長對吧 那問到這個話題 村里長就會跟他在說差不多的論調 恭喜任務完成 當然也有一部分的村里長 他是不認同台灣要被中共統治的 但他還是要去中國拿一些資源 為什麼 因為村里長在台灣是沒有薪水的 只有事務費5萬 當然台面現在要怎麼做 那是他的事情啊 那這個就要看他的能耐 而他要怎麼想辦法支撐 他一個月的房租與人事開銷 他還要辦活動 他不辦活動那下次就不用選了嘛 當然有些村里長我就不用說了 有些拿不到資源或是人脈的 或是不願意去收一些 我身上衣服顏色的這些錢的 這個時候啊 中共在台灣的街頭人 就會發現他們 就會找上他們 然後提供一些法規 可以規避掉的資金問題 讓他們下次可以在選的時候 累積民生啊 參選更大的職位 只要在一些關鍵的時候 你跟著打擊現在的執政黨 或是散播農場消息 如果你真的什麼都不想做 你還想拿資金 OK 那你可以拿的比較少 但你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不要幫忙 辟謠台灣方面的訊息 譬如說你知道這件事是錯的 你可以做到不宣傳 那沒事 你起碼不要出來批咬 你不要跟大家講這個假 你說我不知道不清楚 哈哈 你視而不見 對中共也是一種幫助 台灣的村里長 跟中國的村幹部 呵呵呵 這個level差太多了 啊 你有沒有看一些很多那個 像那個 什麼村幹部村里長 他們有土地分配的權利啊 他們每個人加重好幾個金條啊 這個在民主國家這種 基層的崗位可以 貪到這樣的錢是不敢置信的 那影片的最後要提到 中國各地最近又爆開了對吧 各地醫療量人也爆開了 那這些影片 你們其實都可以去推特上 自己打關鍵紙看到 那大醫院排隊看病 要排個半天一天的 我還看到一個牌子上面掛著 如果是特色管理問題 急診要等24小時以上 好多學生 打點D的時候還被迫讀書啊 因為要升學嘛 那當然全世界都在問中國 到底是不是新的 但中國說不是 呵呵 美國最近也有幾位議員要求 拜登對中國實施旅遊禁令 而中國也開始對 法國 德國 義大利 荷蘭 西班牙跟馬來西亞 進行免簽 相比入境中國的人員啊 增加了12%左右 法國人是入境中國最多的 太棒了 2019年 也是12月這個時候吧 旅遊量吹上 然後瞞到1月底 各地 S 想想我19年的時候 12月也是在歐洲旅遊 回台灣的時候也是 哇 要出國齁 等三年後 三四年後 希望這次不要再重蹈覆轍了 然後又有個兩三年三四年 大家又無法出國 大家又 回去那樣的生活模式 如果真的要這樣 我只能說啦 小粉紅你們是求人得人 反正你們只會過得比我們慘 當我們可能辦特色管理的時候 你們是五級特色管理吧 因為你身後有個強大的祖國在管著你 當然不排除 聖上已經救不了中國經濟 所以乾脆就一次性讓全世界 再來一次一樣的事情 那中國經濟就不會顯得特別爛了 又可以抓權抓錢了 今天的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伯母小姐見 掰